白灣進口車撞飛一家四口 現場鞋子包包散落 擋棚玻璃破碎 留下一滴鮮血 背上靠的黃信駕駛 貪桌在地上 爛醉到糊裡糊塗 我沒有腳衣 你差嘛 你差嘛 你差點 我只領先給我 我只要你 你給我把我錢 26號晚上7點20分 38歲的黃信男子 開車載著朋友 加速轉彎路過河東路 鄰家一家四口 走在斑馬線上 直接被撞飛 爸爸四肢骨盆骨折 14歲妹妹爐內出血 人還在加護病房 15歲姐姐顏面骨折 牙齒全撞光了 37歲媽媽當場蠶死 我是一個女兒 希望是最後一個人 希望能夠很嚴重 我女兒是最後一面 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從新竹趕下高雄 兩位老人家見的 居然是女兒最後一面 我常常要做便當 你看一個一個人 她多麼的開心 吃我吃的東西 收到便當 就會拍照回傳給媽媽媽 沒想到這是母女倆 最後一次聯繫 死者臉書放的都是全家合照 看英花吃蛋糕慶生 車禍造成一死三傷 田倫樂毀在酒醉駕駛手上 朋友那時候叫你不要開車 你還開 對不起對不起 會不會去林堂上下 會 會 照是駕駛酒測數值達1.24 曾經兩度酒駕被吊銷駕照 兩年前還在臉書寫下 聖誕夜就是要喝 爛這酒駕撞死 雙寶媽被一過失致死 移送地間數 再多的對不起 也無法彌補破碎的 一家四口記者高雄綜合報導